我靠,这不是小黄鸭吗? 嗯?它这个机甲还能帮人搓澡? 嗨,大家好,我是阿祖 今天我们来玩一只鸭子 小黄鸭这个IP呢 不管你认不认识,熟不熟悉 相信它在你的生活中啊 多少有出现过 那这回圣司机与鸩鸩蛋联合出品的 斯巴达克来给大家看一看 首先为什么它要叫斯巴达克呢? 那就是因为它的英文叫做 SpaDak Spa,你懂的 那由于本款产品还是样品阶段 所以它的外盒包装都没有 我们直接来看拼完之后的产品 拼完之后我们能够获得 一只小黄鸭 一个澡盆 一个刷子 一块肥皂 还有一个花洒旗帜 一把水枪 以及机甲本体 另外还有四个可替换的手指零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小黄鸭的本体 它的全高约8厘米 与目前市面上在搜的盲盒公仔的高度有点类似 眼睛部分采用的是贴纸来还原 其他都是分件分色 带有简单的可动 头部的可动性非常不错 它可以上下摆动 这个角度很理想 同时也能够左右转动 在鸭子头的背面 还印有B-Duck的立体字符 两只小手也可以简单的进行旋转 下面的两个脚丫可以上下抬动 底部有两个孔洞 这是方便连接大伙所要展示的机甲部分 接着就是围绕着SPA这个主题 首先是一个沐浴桶 桶前方还做了螺旋桨 扇叶 仿佛像是一个飞行器一般 旁边写有一个汤字的毛巾 这个毛巾是挂在沐浴桶的侧方 随便你放在哪个位置都可以进行挂石 里面是一个平面的零件 整体的结构也是非常简单 配合沐浴桶 还会有一个小黄牙主题的小刷子 另外还有一块肥皂 这个肥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它里面带有磁铁 可以当做是一个磁控灯开关的作用 同时 会于小黄牙的脑袋底部 它里面也有一块磁铁 也可以用于点亮大伙所要展示的磁控灯组 随后让我们来看看小黄牙的机甲 就让它来坐到驾驶舱里面 在小黄牙进入驾驶舱之前 我们能够看到 它的驾驶舱位置留足了空间 并且还在这里面做了两个小的操控把手 这个虽然说小黄牙它抓不住 但有这个玩意儿还是有点心意的 另外小黄牙是通过驾驶舱底部的两个凸起 对应着它脚丫上的两个孔洞进行对接 将脚底连接后 小黄牙可以很稳固的安装在驾驶舱内 只是它的脑袋就可以来到一个比较自然的角度了 这是前方 再将卡扣闭合 上方的透明盖板 再关闭 前方的游泳镜 后方再将背包安装回位 它的拳高于22厘米 尺寸块头是相当的巨大 随后本款产品非常有意思的是 它带有一套独立的骨架 所有的黄色外甲都是套在骨架上的 虽然说这个骨架上并没有过多的细节 但是它给这一款机甲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 并且在组装的过程中的组合度表现非常的良好 基本上要快接近于丝般顺滑了 可以看到它的外甲 都是由这种大弧面过渡的黄色装甲构成 仅仅有一点点的橙色点缀 部分零件还是透过镂空分色的方式 透露出内部的黑色结构 那么我这里是进行了胶贴的补色 可以看到 整整一张胶贴我贴了非常多 也能够看出 那这回的胶贴是以一种非常薄的膜的状态呈现出来 所以看起来并不会非常的突兀 另外产品中还提供了一份水贴 那这张水贴呢就更适合于喷涂爱好者了 它的裆布前方有一块布料 上面写了一个汤 众所周知嘛 SPA 我们是玩水的在澡堂里面干活的机甲 但这块布呢 你要所遮挡啥东西呢 其实也没什么好遮挡 纯粹是让它更有澡堂风的那种感觉了 对吧 那说起澡堂风 它手上的手牌以及拖鞋都是非常的写实啊 很有澡堂里面那种感觉 特别是这个手牌 如果上面再加一圈数字 就更有那味了 对吧 这款机甲呢 还带有发光功能 首先是位于胸部两侧的探照灯 用刚刚的肥皂 吸附一下就可以点亮 配合让前方横茹状的透明零件 能够展现出非常不错的灯光效果 后方的喷口也带有发光功能 包括还有屁股后方的能量罐 我们吸附一下 里面也有黄色的灯光 总的来说 斯巴达克这款机甲的灯光效果 我是挺满意的 而且这种橙色的灯光 很符合小黄牙的主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部分 旁边类似氧气管的玩意儿 是可以活动的 调整角度 整条手臂可以做正常的360度旋转 平抬也可以超过90度 肩甲并不会造成过大的影响 因为它也带有独立的可动 大臂位置带有平转 手肘的弯曲为双段式 但是只能够达到90度了 直立体的是 此处的手腕关节 内部有座弹簧 所以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自动避让 无论我们活动到哪个角度 它都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造型呈现 看着这弹簧扭来扭去 还是挺至于的 怎么让我想起什么玩意儿 首先部分 我们目前默认的是一只 四指替换的大拇指可动手 大拇指为球形关节固定 能够调整角度 目前所安装的是四指开掌手 左手部分还会有一个握持手 安装方式非常简单 两个凸对应着孔洞安装就行了 另外还有一个握拳手 转到它的右手则会多附带一个持枪手 腰部可以左右旋转 还能够上下摆动 侧摆也有一定的范围 并且在侧摆的同时 两侧的液压感也会有联动反应 腰部的白色动力管可以上下摆动 整条腿可以前踢至90度 后踢会被后方的能量罐给干涉住 所以角度表现只有这些了 那么侧踢可以超过90度 大腿带有平转关节 休息前我们需要将后方的双甲外移 再来活动它 膝盖甲会有联动反应 最后整只脚带有左右旋转 在旋转的过程中 后方的液压感也会有联动 那么上下抬动的时候 也会有联动反应 侧向接地的表现非常不错 角度很理想 为整个拖鞋造型的上方双甲 它是可以向前衍生 露出它的一个黄色大脚板 前脚掌可以向上抬动 到了屁股后方 这个能量罐就没什么可动了 但是里面的造型 我觉得可以拿出来给大家说一下的 可以看出它用透明件 做出了一个模拟水波浪的造型 使得这个小鸭子在里面 仿佛就真的在水面上一样 还是很可爱的 看完了主体部分 来看看它的两个武器配件 首先是它的这把水枪 水枪的造型非常可爱 与我们小时候玩到那种 后面打气那种水枪 有点类似 有那种感觉 枪头位置还做了一个圆润化的处理 感觉像是一个嘟嘟唇一样 很可爱 通过把手上的凸起 与手掌上的孔洞连接 就可以稳定拿捏了 最后就是这个花洒旗帜了 在下方有做出一个阀门的结构 整个旗帜的杆子 就像是一根水管一样 上方是一个花洒的头 那后方它的一个旗帜 它做出了一道一道波浪起伏的一个造型设计 它也是靠杆子上的凸起 与手型上的孔洞进行连接 来实现稳固的搭载 那本款产品呢 是吃喝玩乐系列里面的 乐 Spa Dark 水疗 所以它等于快乐 最后呢 它还会有一个吃 又是吃鱼 和一个喝喝可乐 还有一个玩玩游戏 三个主题 让我们期待它后面的几款机甲吧 OK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款 由圣司机和鸩鸩蛋联合出品的 小黄鸭 Spa Dark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感觉它做的如何呢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留言讨论 制作视频不易 还望能得到你的三连助力 我是爱分享玩具的神仙组长 我们很快再见 Cia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